胡歌杨幂曾经有过一段三年的感情 杨幂胡歌在2008年没有拍《仙剑3》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但那个时候仅仅是认识,还不是很熟悉 但在《仙剑3》拍戏的过程中 二人性格比较相似,互相有好感 有内部人士透露,在片场就能看到杨幂和胡歌暧昧不断 但是拍完《仙剑3》后 二人因为某件事情闹得不开心,最终分手了 但是胡歌始终没有放弃杨幂 最终在2009年,二人又重新在一起了 2010年11月份彻底分手 据说胡歌是杨幂成熟以来爱过最深的人 胡歌本人也是爱得不全,三番五次的复合 分手之后还想把他追回来 但最终仍是有缘无分 杨幂大婚之时,很多昔日宿敌都发了喜糖 比如想来爱在微博上黑他的巴皮王 闹翻了的经纪人蔡义农以及唐人一姐刘诗诗等 唯独忘了胡歌 而胡歌却在杨幂结婚当日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 一次追忆他与杨幂昔日甜蜜时光,伤感异常 一批好事者还把胡歌抢婚刷上了热点 他俩的恋情是未承认的绯闻中最靠谱的一段了 据网友缺少也称,胡歌和杨幂是真的,也是10年分手 后来因为杨幂接游戏代言得罪了唐人 胡歌所属唐人公司才不得不和他分手 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胡歌的妈妈作为典型的上海女人 不想媳妇是戏子 这事唐嫣也知道 所以自然跟杨幂走成了最亲近的闺蜜 正因为和胡歌有点感情,所以得罪了刘诗诗 加上精英电视节的原因 杨幂绝对跟唐人一姐刘诗诗是势不良力的 现如今杨幂跟了刘凯威,刘诗诗跟了吴奇隆 命运真是捉弄人 最后希望杨幂和刘凯威百年好合,携手到老